江老師你談過戀愛嗎? 這是一部由小莉老師寫的劇本 是王明台導演的作品 那其實這個大部分的故事是發生在校園裡面 那也是一個很稀鬆平常 成長過程都會有趣的一個地方 那在裡面發生了很多關於學校的霸凌 然後包括師長自己跟學生之間的關係 還有真的限太多我一直也講不完 反正就是我們以一個比較推理的形式呈現給觀眾 那我剛剛看完片花覺得 我相信觀眾看完應該有不一樣的感受 還喜歡自己裡面的造型嗎? 我在裡面是沒有造型的 因為我也沒化妝也沒弄頭髮 因為我平常拍戲都騎腳踏著去 然後就去學校的水龍頭衝一衝 然後覺得可以拍了這樣 所以沒有造型可言 所以就真的是在模擬一般學校訓導主任的那樣的做法就是 也沒有刻意欸 因為就是夏天本來就不帶化妝啊 然後因為都會流汗什麼的 然後加上年紀也到了 就不太需要在這方面琢磨啦 對我自己而言 剛剛有說就是有退劇本的部分啊 那後來是怎麼接受的 會不會不小心把情緒帶回家 呃 我覺得我們拍這部戲啊 每一個人都很辛苦啦 然後包括導演都拍到腰受傷啦 呃 就是 就是 這個 推劇本是因為 呃 我之前五月 五六月的時候在忙那個 跟朱大哥的電影 那我一直沒有時間去相讀 然後等到我拍完六月底的時候 相讀的時候 我發現我其實 呃 沒有這個能力去升任這個角色 因為呃 非常的沉重 跟非常的需要 大量時間去 呃 跟這個角色相處啦 所以我有點 卻步的原因是這個 那 那 反正之後工作的時候就是跟 呃 大家相處啊 然後 光漢啊 行程啊 你一名叫什麼 雨晨 謝謝你 就是 張可忠導演啊 大家相處之後就 慢慢慢慢就是一步一步 把它完成啦 嗯 剛剛有說自己現在就是生活很幸福 又有幸運寶寶 那 會不會 就是情緒在調適上面 其實有點難盡嗎 呃 在拍的同時其實有一點 然後 我每天回家都跟我太太說 我不想演了 我不想演了 我不想演 然後她說 你可以 你可以 這樣 就是 然後我就去頂樓 就是 再準備一下明天的劇本 這樣 就是一天一天把它 呃 努力完成 這樣 這一部片 好像也是隔了很久之後才 就是又接的 然後現在因為太太又生了寶寶 之後會不會 就是開始多接一些工作 好像之前因為為了要陪她 所以就減少工作 欸對這一兩年應該還是這個情形啦 嗯 就是 陪小朋友啊 因為 就很捨不她們長大 對 那就是有說太太就是有一點憂鬱嗎 是什麼樣的情況 還好 我覺得我比我太太憂鬱 我太太其實是一個很安靜 然後很堅強的一個女生 那 她沒有 呃 沒有情緒上的困擾啦 就是只有睡眠上的困擾而已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新聞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那我們都很好啦 前幾天還跟 請媽媽幫忙帶兩個小孩 我們有去看個電影啊 都很好啦 就是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有自己的空間去約會一下 現在就是因為弟弟滿月了嘛 就是 欸也 就是 健康寶寶 就是會 喝奶啊 放屁啊 大哥啊 就是不會像姐姐有長腳痛的問題 對 長腳痛就是 就是 會有一些比較過敏體質的小朋友 他們會有這個狀況 嗯 那個老師剛剛好像就是一直在打哈欠啊 欸對 早上起來就是泡奶啊 然後 就是 SOP 又每天日這個流程 對 所以現在生活最幸福 就是 下午跟小朋友一起睡午覺 然後 去運動 對 所以 新陳就是在裡面也是一個關鍵人物啊 要不要就是說一下 你覺得最有挑戰性的部分是什麼 最有挑戰性的我覺得真的是 我覺得他是 小江老師這個角色是一個傾聽者的角色 所以他的話很少 他都在吸收都在聽 但是他沒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去釋放 所以他會很壓抑 對 壓抑然後又不說話的角色 最難演 那你剛才有說就是 好演 真的嗎 真的嗎 我覺得 那個眼神啊 被台詞被他 頭都太痛死了 你又一句話都不用講 那你剛才有說就是 你是殺 殺成暴殺清完之後 馬上接著拍 那這個情緒你要怎麼去表示 我覺得一開始就是 先把劇本堵守 然後把生活的一切都放滿 不論是說話 吃飯 走路任何的東西都先放滿 讓這個東西先冷靜下來 但是第一次跟劇本堵合作 對 那你覺得就是 合作過跟你想像中的他一樣嗎 我 我覺得他 他其實在片影場上 很少會跟我們說話 可能他就是在 進入 在那個角色的當下 但是我覺得他 他常常 因為我沒有在對話 所以他都是用眼神 他都是給我這樣 我就把他當作他為我加油 是嗎 就 不是 就演快一點啦 我要回家 這個感覺啦 好 那我誤解 那何佑是第一次演戲 就演這麼重的戲份 然後又跟金鐘舞的對戲 自己的感覺是 嗯 跟波路哥不算第一次合作 因為我之前做幕後拍妹妹 就遇過他了 那我對他的感想就是 就是 始終如一 他就是一個不會去主動親近你 但是 需要他的時候 他都會在那樣的人 那對戲的時候 即使不是他的盡頭 他還是就是會在旁邊幫我 就是把情緒做足 對 所以我覺得 很榮幸可以跟他在 螢幕前 跟螢幕後 都有合作到 就可以知道說他是一個 標例如一的人 謝謝 自己講一點心虛 你會不會想到鞍胎是劇中的角色還是現實生 沒有 我剛剛無聊想到的一個笑點而已 對不起 很無聊 對然後我必須要說就是 第一次在片場看到 藍正龍變成成為了你的當下 是非常震撼的 因為跟他本人一點都不像 然後 所以我還是有做一些準備 就想說 欸 愛上他很 欸 爆雷啦 就如果要喜歡他非常的容易 但是如果要喜歡 距離的他 那可能又要做一些想像跟準備 對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下 因為非常厲害 嗯 我們在戲的 問一下瓜哥 我們在戲的粉絲上面有一些預告 你剛剛已經出來了 然後 有一些你的粉絲對於這個 角色形象上面的改變 感覺到非常的差異 你有什麼發揮的問題嗎 欸 我沒有崩壞 沒有 因為 其實 莊浩陽跟 在戲裡面 叫陳維珍 這兩個角色是 天差地緣 所以 所以 就覺得 覺得 演這個角色把我一生的包袱都脫掉了 對啊 就只有 就有覺得 因為我覺得 如果講到的話 就有一點 爆雷的感覺 只是希望 希望 就是喜歡 莊浩陽這個角色的人 不要 不要 不要離開我 拜託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開始有一些偶像包袱 現在 現在不會了 就是 演完姜老師就沒有包袱了 所以這部戲大部分大家都是沒有偶像包袱的這一塊 呃 對 我覺得 大家都有 脫離自己形象的 一面 在這個戲裡面 是 有 是 是 有